她比要加薪还要可无百倍 光天化而之下 大学女教师竟在小区内飙车 时数超过百马 将一对母女撞出十几米后 就坐在一旁观看 等群众叫来了救护车 她竟脱光全身衣服 原地撒泼 阻挠失救长达十几分钟 期间更是将已抬进救护车的女孩 重重地摔到地上 导致女孩不自身亡 原本必死之局 竟迎来了逆天反转 女教师被定性为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轻松脱罪 但案发时 她是否真的刚好精神并发 成为了一个永远的慰藉之谜 这个美丽的女孩叫做乔乔 十年四岁 属于那种人见人爱的天使宝宝 邻居们提到她都无不扼腕叹息 就在她拍完这段视频不久 一场匪夷所思的灾难 夺去了她的生命 2012年6月17日上午10点 山东省林仪市香榭丽都小区内 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 一名女业主驾车净直冲向了一对 骑着电动车的母女 巨大的撞击力导致女孩 直接飞过了两辆车 重重的摔到了第三辆车的车底 女孩的母亲则直接坠落到了 第三辆车的后挡风玻璃上 致使玻璃粉碎 后备箱严重凹陷 小区内出现这种恶性事故 简直匪夷所思 到底是怎样的车速 才能将两个人撞出十几米 电动车断成两节 飞到了七八米开外呢 答案是超过一百公里每小时 小区群众立刻围到小车旁 竟看到了更加匪夷所思的一幕 驾驶桌上的女司机 竟然在掐副驾驶上老太太的脖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然而看到被撞母女的惨状 群众们纷纷拿起手机报警 数十位好心居民一起将车抬了起来 将女孩挪到了安全位置 约十分钟后 救护车抵达了案发现场 接下来发生的事 更是令所有吃瓜群众折舌 女司机先是坐在母女旁边 静静地看着 远远听到救护车的声音 女人竟突然坐了起来 将衣服脱了个干净 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将救护车拦在了小区南门入口 随后医务人员将她抬走 她又立马回到了车前 置裸身躯 躺在地上耍坡打滚 几分钟过去了 救护车不得前进寸步 说实话 这个案件最离奇的一点就是 为什么一个精神病人 能如此精准地截停救护车呢 小区里出出静静的其他车辆 为什么不去拦截呢 匪夷所思 最终 救护车就停在了离事发地点 200多米的地方 医务人员只得在群众的帮助下 推着担架将母女抬到车上 更离谱的是 当担架放进救护车里 准备关门的瞬间 注意看 拦在车前耍赖的女人 竟然突然站了起来 跑到救护车里 一把将女孩从车内拽到水泥地面 导致奄奄一息的她 又被重重地摔到地上 如此精准目的明确的行为 可真不像一个间歇性精神病人 会做的事啊 救护车想要离开 女人竟又躺到了车前 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医务人员男女人无可奈何 最终 她的行为彻底激怒了 数十名围观的群众 纵人不管 晚三七二十一将她拉到了一边 救护车这才得以离去 至少因此耽误了十几分钟的救援时间 小女孩巧巧 最终因伤重不治 当晚身亡 母亲则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陷入深度昏迷 报道结束时 仍未苏醒 小区高速撞人 恶意阻挠失救 似乎种种迹象表明 作为肇事者即将迎来 暴风骤雨一般的严惩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案发当日 肇事者就被公安机关以过失制人死亡罪逮捕 然而几天后 巧巧的父亲竟然接到了肇事者患有精神病的通知 叔叔说这种情况很难将其入罪 这个说法令巧巧的父亲及其舅舅无法接受 我认为他就是故意杀人 他只是为了招风买沙 他知道他传货了 想用招风买沙来掩盖自己的一些东西 想逃避法律的制裁 阿伯老师 他是研究精神病学心理学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是研究精神病学的 九湖茶刚进大门 他就给烂住了 只是九湖茶里上车二百多米 不倒不停下 他就成功作为九湖茶 就脱温九湖时间 他的很故意 他那个意识很清晰 你看他的行为 他直接冲上九湖茶 他们的怀疑其实非常有道理 事情的很多细节 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巧合 经过调查 肇事女子名叫张燕 硕士学历 案发时在山东省高等医学专科学校 担任大学讲师 临床医学系 教授的科目是中医学 对医学知识颇有涉猎 已有13年的教龄 同事和同学 对张老师的评价相当正面 然而从张燕的朋友和领导口中 记者得知了一些事情 原来张燕正在遭受 家庭情感方面的困扰 夫妻关系剑拔弩张 据其家人爆料 事发当天 张燕与其丈夫在家中大吵了一架 怒气冲冲地跑出了门 因为不放心她当时的状态 母亲和她一起下楼并坐进了车里 母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事后张燕甚至失控地掐住母亲的脖子 这个举动因为目击者众多 也成为了她正在发病的佐证之一 至此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推论 案发当日 张燕受到了严重的感情刺激 导致其精神病发 这才做出了种种违背常理的举动 那么这种说法有支撑的依据吗 它可能是受到这种精神刺激 老百姓讲叫精神刺激 我们叫精神创伤 这种精神创伤的前提下 产生一种病理性畸形 衣服啊 或者是阻止救援啊 或者是车速过快啊 就等等这种 在精神疾病的病人当中 可能出现这种行为 但是反过来讲 并不一定所有的病人出现 或者是这样 出现这种行为也并不等于 就一定是证明了 这个病人就是精神病人 据央视网2012年11月23日的后续报道 由于死者家属的坚持 同年11月7日 相关机构对张燕进行了二次司法鉴定 精神病医学鉴定医院出具 司法鉴定意见书 鉴定意见为 一 急性短暂性精神病 二 无刑事责任能力 比较奇怪的是 该事件后续报道在网上已经查不到了 没有任何媒体进行后续跟踪 也许是双方达成了和解 签署了某些协议 不得而知 如果肇事者如药家新一般被认定故意杀人 最终执行死刑 可能会有更多媒体进行报道 张燕蓝车抢人的时候 是否真的正处于并发状态 也许最终只能成为一个永久的未解之谜 请不吝点赞 许阳转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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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